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比较嫩一点的 把它的叶子去掉 它的叶子也能吃 用刀脚外边的老皮去掉 尽量把老皮去掉 要不吃着发财 割牙 切好以后一分为二 大鞋切零成块 也有切丝的都可以 再切成零形大小块均匀 大约2毫米 保护均匀 切好以后 放入盘中 葱姜蒜切成馅眼片 放在盘中 准备一块葫芦贝 切成零形块 放里边调色 也提到增加营养 准备一个空碗 打入三个洗好的鸡蛋 放入泡好的水淀粉 大约五六克就可以 不一多 放里边起的抠坛作用 吃着鸡蛋的嫩 放入两滴的白醋 有效的去腥 不要太多 用筷子打散打均匀 备生 烧中做水 把水烧开 放入葫芦贝 把葫芦贝先焯个一分钟 让葫芦贝回远 再放入青笋 吃青笋一定要焯一下 青笋还有草酸 通过焯制能有效的去掉草酸 放入点 放入点食盐 使青笋更脆 更绿 放入点食用油 锁入粤绿素 也使得更脆 再点入点白醋 也是起到脆的作用 略微渐开就可以 不要焯大劲 去掉草酸 还要保证它的脆感 捞出 放在凉水中 激发一下 清水 清笋 口感更好 把刀烧热 放入热油 晕下勺 防止炒鸡蛋摘一勺 烧着冒烟倒出 烧中 少放入底油 放入打好的鸡蛋 把鸡蛋搅拘匀 倒入烧中 先把鸡蛋摊个饼 点 之外 转动 看 里边 鸡蛋也都凝固了 翻一下盖 用勺子瓦开 不要瓦太碎 瓦太小块 炒着鸡蛋 两边略有金黄色 有效的去腥生生香 把鸡蛋盛出 炒中 少放入一点点底油 放入切好的葱姜蒜 炒出香味 开个大火 有多大火 开个大火 放入清笋 大火翻炒 炒出开香味 吸气味 看才好吃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放入食盐 撒开 翻炒 放入胡椒粉 少放入一点点生抽 鸡鲜 还要保持入颜色 好 好吃的鸡蛋 炒清笋 完成 来 网友们 看一下效果 记住过程 炒菜一定要炒出 少香味 锅气味 才好吃 无论炒什么青菜 吃清笋一定要炒一下 有效的去掉炒酸 它的苦涩味 好 感谢网友们的观看和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